藍藍的大海中 出現一隻黑色不明物體 仔細看 既然是一隻海豹 讓船長超驚喜 趕緊拿起手機記錄 小海豹時不時攤爛頭 拍打折漁船 彷彿是想上船一樣 呆磨的模樣一點都不怕聲 圍繞在船邊長達20分鐘 就連從事漁業超過半個世紀的 老船長也說 解鎖人生第一次 我很嚇一跳 居然挖掘海豹 然後出現在台灣的北部海域 這是非常非常的難的 然後而且因為一般這種海豹 大概最多出現在日本的海域 然後會出現在台灣北部海域 算是一個相當罕見的現象 而且這件事情最特別的是 尼瀚船長他是一個很用心的船長 他不只把他的坐標啊 然後他寫下來 然後另外他還會拍他的照片 還有影片 那這個就是一個最佳的公民科學家的一個方式 然後他所介入的資料 未來對台灣有關於海獸的分布資料 他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貢獻 中華金層協會出判落單的海豹 可能是斑海豹誘體 雖然去年屏東續海也曾經出現海豹蹤影 不過對於台灣氣候來說 確實很罕見 這一次小海豹意外來訪 也成了北台灣難得一見的奇景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記者黃少民機融報導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